大家好 今天牛醫生與狗護士的錄音時間又回來 我們今集錄一集 有信心的錯就是絕對的對 我和筍哥 我自己說 我是一個很自卑的人 我不知道筍哥是否 當然 但是大了之後 我懂得一個道理 我們都是賜貨 我想在你的圈子裡 沒甚麼人是一個原裝淨貨 甚麼是原裝淨貨 就是家裡有錢 有英俊 社會地位出身又好 做事又有信心 一出來後 有很多人給他很多機會 那個人根本未受過挫折 我想我身邊很多的人 我認識的都不是 我認識身邊的很多都是恥方 但為甚麼會這樣 為甚麼真的有這些人 我真的見過 有一個女醫生 我也見過 出身好 美女 真是美女 真是性感 你尚師會給你很多機會 你尚師不會罵你 也不會 只好不罵 好像余力偉的接觸 只好不罵 真的只好不罵 做錯事 很多人都原諒你 因為你的樣子 出身又好 又有錢 又有性感 很多好的東西 都集合於你一身 但我們不是 我是一個賜貨 寶寶龍也是一個賜貨 但賜貨有賜貨的味道 賜貨有賜貨的一個優點 就是它很有人味 有些東西 美得你覺得沒有人味 我舉一個例子 法拉里跑車 法拉里跑車 我覺得是完美到一個地步 是沒有人性化的 我覺得甚麼車是有人性化的 以前俄羅斯做的那些 代步車仔 現在香港不是有賣的 不知叫V甚麼 車沒有冷氣 你幫你把手攪 車一邊關掉一邊關不了 我最欣賞的是這個 最欣賞的是大發仔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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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很好笑 錯的時候 躺躺到混蛋 是呀 那些人有句說 是呀 若要出野快 駕駛大發仔游身界 是呀 是呀 就是這些很有人性化 因為我們身邊 我自己是一個賜貨 所以我很有感受 到大了的時候 我想跟一些很自卑 或者是真的覺得自己 自卑或者不開心 通常是甚麼原因 你對生命有懷疑 你對生命的價值有懷疑 在這個時候 你不用想那麼多 我告訴大家 一句說話 你記住就行了 有信心的錯 是絕對的對 是呀 我剛才穿了一件的服裝 阿淳哥笑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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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這樣的 是呀 你剛才說 那種 就是AAA的那種人 是 即是他的人生是 有智力 又有魄力 又有魅力 是 其實各樣都有 這些人 究竟他有甚麼煩惱的呢 我不知道有甚麼煩惱 但是 對我來說 這樣說 對我們的普羅大眾 才能平衡到我們的心理 我 我們常覺得有錢人 有很多煩惱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 這個醫生沒有拖泊 哈哈 真的嗎 太完美了 大哥 你追求的對象 他很喜歡一個偶像 叫吳彥祖 但是 我想你認識吳彥祖之後 你不會喜歡他 吳彥祖是一個PD的人 即是 那個人的人格是一半 為甚麼我這樣說呢 在很多年前 彥祖拍了幾條短片 放上youtube 就好像現在慘了 有一條就是他在山頂 山頂 舊山頂是斜下來的 他駕著那些三輪車 三輪小孩 踩了單車 衝下來 前面有個Bang使 幫他開路 後面阻礙著別人 人家狂撥他 他都吵你 你揍你 左片右片 在馬路上 那些車子見到他很害怕 你明明 即是 你真是玩東西 那之後呢 就去這個天馬那 海軍基地空地那裏 拿些煙花射救別人的戰艦 哈哈哈哈 這些簡直是心理變態 人家只想著你 只可以 難道開火嗎 他上面有一槍 難道對著你開什麼 對嗎 那隻戰艦 澳洲訪客 澳洲訪客 或者美國訪客 如果你想想著 我不需要他夠膽在中國的土地開火 你到時就不是個人問題 你變成一個外交問題 大哥 那這些擺明是心理變態才做的 那 你說他人格好不好 我覺得他人格當然不好才會做這個 你跟我都不會這樣做這個 那 這個醫生喜歡的是一個人的外形 我想 就不喜歡一個人的內涵 我覺得 如果有一次 即是呢 有一個跑步 即是有一次要跑步 大家跑步 跑不多不少 跑三千 是 即是不是一個你覺得很快會遠的距離 是 又不是一個一陣又跑完的距離 很多人跑 有幾百人一起跑 是 這條賽道呢 都是這麼窄的 是 然後呢 有些人呢 會先跑 有些人跑 是 但是呢 跑先那個呢 就是勝出 是 到快點到終點 是 那你反正都是 你是最後 即是那個就是輸 是 你呢 就是最遲起跑的幾個 是 那你 其實那次跑步 你會怎麼跑呢 很好享受的過程 沒有的 你圍住的時候 沒有觀眾 沒有很享受自己跑的過程 因為 觀眾呢 在前面的人跑的時候 已經叫了 已經叫完了 有些人看你嗎 對 就是人家呢 跑了十個圈的時候 你才 三千米呢 是九圈半 是 人家跑了兩個圈 你才開始下場 是 但是呢 你知道呢 你在那個活動裡面 其實設定了同一個目標 就是大家都必須要跑遠 那三千米 我敢看 佛教爹的觀點 看 好好享受你的過程 等於人生一樣 我們是一個次貨 但是次貨 不代表我們不好享受人生 很多AA貨品 他們有些什麼不能做 不能輸 等於你買一個AAA花瓶 我現在去 我舉一個例子 你去這個 年根拔 買一個 巴套的花瓶 我想你 用顯微鏡去看看 它有沒有花痕 是不是 幾皮一個 大哥 水晶花瓶 有條花痕 你都不用了 你都覺得它是一個損失 但是我們這些次貨 不是 有花痕 這些才是我們的marking 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一個次貨 次貨 就告訴你 我們是有marking marking 就是代表他們的性格 我們是可以衰得 AAA是不衰得 嗯 我不相信有些人的人生 AAA是很完美 他一定有喜有樂 但是他過不了是什麼 過不了自己一關 很多AAA人生的人 他最後過不了 不是別人 別人覺得他很完美 但是他自己覺得不完美 過不了的就是自己 但是我們次貨 我們有信心的時候 我們這些就是我們的性格 我們的marking 不過我就很懷疑這種想法 因為我們其實做人 是 你如果跟別人跑步的時候 如果你有試過跑步的經驗 我都知道 你如果有時候去公園跑步 可能旁邊有個阿伯 我知道你不跑步 但很多人都跑 有個阿伯 如果跑得比你快 你都會想 他過一下 在你身邊越過過一下 那一秒鐘 就會燃燒在你要走得快 這個鬥子 是 但是可能因為他平時多練習 是 或者可能他資質特別好 是 他是跑得快 是 更加何況呢 你怎樣去面對 他 人家已經是走了兩個圈 你才是落場 你跟他的距離根本是無法追 是 那種氣餒 我們就知道 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 對 你就知道 有些人的條件是好到不得了 對 你就知道我們的條件是壞到不得了 對 但是大家最後也要參與這場賽事 對 但是我們有甚麼可以比別人 就是我們內心世界可以比別人 我們是享受過程 當中享受我們的人生 我們的腐竹 我告訴你實例 這件事很好笑 話說近來有個同學 就來我們做 那個同學是OU畢業的 在普通科醫院做 普通科醫院做手術室 在私家院做 畢業就是私家院做 因為他讀港大Lursing 比較topgen的一班人 他就說他當年拍過一個骨科醫生 內科的醫生 林大骨科醫生 就很出名的 這個成中名醫 非常之自傲 那個人 進到手術室 真的好像操控了一切 但是有一次 那把剪刀就剪不了 你知道手術室是用剪刀剪的 裡面那個腸 那個腸 剪不了 那把剪刀的 那他就發猛 嘩 那他嚎叫 那些人都見慣不慣 他就丟到剪刀 丟到地上 誰知那把剪刀就反彈 插傷他的腳 你知道那些剪刀就很襯襯利 那些人怎樣呢 一聲笑出來 哈哈 他就周圍吊人 哈哈 這些就是低能仔 你現在的人生又怎樣呢 你過不了自己的一關 那把剪刀 剪不到就換個地板 傻子 給我們這些次貨剪不到 就丟到他換個地板 或者想辦法做個別的東西 對不對 他又不丟到你 嘩 發瘋的樣子 嘩 一丟到地上反彈 嘩 嘩 你輸不是輸給那個瘋 你是輸給自己 因為其實 你都 我都明白你的觀點 但是呢 你其實呢 有些人呢 他是跟你跑多 撞你 組你兩個圈入場 是 那些你就很明白了 你很容易了解 是 他贏的原因 他是贏你很多 是 有些人可能只是 前你五步 是 前你十步 是 在那種這樣的環境 那你又不想想 後面有些人前你十步 是 但是當然了 你可以在兩邊比較 但是呢 你如果說 一個心情 是 其實你是應該 不要想 是 我跑的是什麼位置 是 而我就是 我去跑 是 我這個 我前面和後面對我來的 是沒有關係的 是 但是這種心境是很困難的 我告訴你 但是你跟別人呢 你現在要學一下 要怎麼說呢 就是人生在世 你最 當然 說不要跟別人比較 是 這個小朋友我都懂得到 是 但是真正可以做到這個 行為 是 是很困難的 我覺得 你是困難 人生是很困難 嗯 但是我們都要去學習 如果不是 我們永遠 就是沉醉於 赤貨 擺在 集價灘裡面 那種的格調 赤貨 可以赤貨得很有型 我舉一個例子 赤貨之中的赤貨 你不見他動得 你現在放狗咬霍金 被他咬死 一定被狗咬死 但是霍金很自滿 霍金也是很投入他自己的研究 也是在人類的歷史上面 開創了很多的先河 也都推翻了很多前人的理論 例如他打破了這個 愛因斯坦 宇宙行定量行數這個騙局 因為當年愛因斯坦 概念數 計算紀啟宇宙行定論 他估計 gives you SEO 他作出現問題的 他會把折騙究所 請做宇宙常數 把背景弄到一波 碰到目ved shows that 即是你製造了假答案 那現在霍金就告訴他 不是 宇宙不斷膨脹 不斷在動動 你錯了 但是愛因斯坦當然是死都不認 他就發明了一場遊戲 就是宇宙行定量數 就握下去了 那 霍金是一個很偉大的科學家 但是你就這樣說 其實你說的霍金這個人 其實他就是 反過來來說 他的領域 他在他的領域裡面 他就是 讓你落牆 跑了九圈的人 但是他是一個次貨 他的玉梯是一個次貨 你怎麼看他也是一個次貨 他沒有人照顧他 他生活不到 生存不到 每個都是 你不會因為賴屎而難屎屁 你試試霍金一個星期 屌你 沒有人托他一張 由一張輪椅托到一張椅子上 一個星期他屎屁 難得見骨 這只是大家不同程度的照顧 就是我們都要向其他人去生活 是 但是我覺得那個情況是這樣 就是呢 霍金 你有一件事 他就是一個天資 是 相當好的人 是 我不信一個普通人 是可以打破到月首跟正常數 是 這個是這樣的騙局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本質 是 就是呢 呃 我們都是喜歡思考的人 是 都是喜歡想法的人 是 但是我們不會思考到宇宙不停膨脹 是 我們只會想到宇宙不停膨脹 宇宙不停膨脹 他女的球不停膨脹 就是 就是呢 呃 他們在他們 就是 我們是沒有開創性的 是 其實呢 在人類歷史裡面 他是最頂級的 是 但是我是這樣看的 順哥 有一個同學仔 那天就跟我說一番話 他說我們有一個上司 我們一個上司 很厲害 那個上司是病房經理 他經常說 在精神病學裡面 只要有臨床心理學家 就可以醫好一切 如果是這樣 這個世界上面 就沒有精神病醫生 開藥給病人吃的了 那只要請一些臨床心理學家 周圍地跟人家合二四六 就沒有精神病 根本他自己也是精神病 一個病人 他就經常用這個手段 去到欺詐或者欺壓一些學生 因為學生是沒有反抗的能力 你唯有就是聽過九合二四六 問你書 經常問你不懂的東西 那就突顯自己的分分 因為他不是教你 他是假裝你 有些人是這樣的 經常問你 你懂不懂得喝啥啥啥啥啥 怎樣怎樣 這些好東西 我心想你嚇招了 你現在不是在教我的東西 你現在是假裝我的東西 我們在很多場合都會見這些 專門問你一些你不懂的問題 去到抬高自己的身份 這些人 他不是一個AA家的人 他也不是在哪方面贏到你 他只是在你不懂的層面贏到你 如果你說 鬥打手槍 我每天打兩三劑 小朋友 你在你的層面贏我 我現在在我的層面 跟你赤裸裸地來一次的衝突 但要打手槍 誰射得遠來 他不夠膽跟你鬥 可能對不對 因為他不是一個打手槍的高手 我們是 我為何舉一個這樣的例子 就是 我無論你任何事情 你真是壞到沒什麼厲害的人 你打飛機厲害的人 好嗎 你都可以贏別人 對不對 性能力好 是很多男人 尤其四十幾歲 很嚮往的一件事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需要很自卑去看人生 或者很自卑地去懷疑自己的存在價值 即使你只會打飛機厲害 你都可能比別人厲害很多 你只是在某個層面上輸給別人 等於現在我們有一個平台 即是打擂台 這邊是泰拳 這邊是紅拳 這邊是喉拳 我會打飛機 那怎麼辦 老闆 那你不就沒有上台 你下台一鬥打飛機 你叫我不懂 你上來和你打 你就不懶了 你打明了欺負我 即是你現在找個小孩打架 小孩 你上來打架 你用拳頭就可以了 我立即出槍 我吵你了 不是吧 你叫我上來 立即抽你拿槍 吵你了 這個問題就是在於 社會我們有一個所謂共同價值 是 對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因為大家有不同平台 你可以在不同平台拿不同的分 然後你不一定在任何地方都輸了 總會有贏的地方 這個我是很明白的 但是 因為我們世界都傾向同樣價值 就是賺多少錢 是 還有這個 多少錢相對於你有多少成就 唉 這件事才差 我告訴你 世界上 甚麼叫男人之中的男人 賺錢多 資產多 不論你是否英俊 你擁有很多的財富 很多的不動產 就成為男人之中的男人 你有遊艇 有靚車 有樓 還有幾條樓 一定會有 那你就成為男人之中的男人 男人之中的男人 男人之中的男人 我覺得這些 浪費了 我 大提琴的男朋友 男人之中的男人 香港Ruby coach 即香港Ruby的領隊 又大隻 男人之中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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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這個秘密 真的不是很多人知道 大提琴的 我知道 他說 他硬了嗎 和你的手指差不多長 和粗 我說 不是 這樣 只是用來嗨尿 他說 有時他坐上來 都不知道是他個人 還是我個人 我告訴你 那你怎樣 沒有啊 那就假裝 我說 他假裝多少次 他假裝不了很多次 就上去分手 哈哈哈哈 這些你就決心 大哥 你看我外影 AAA加 有錢仔 住半山區 大隻有型 受過高等教育 原來是死人 你呀 這樣就糟糕了 有人用嗎 對嗎 不過就是 所以其實也不用攻擊人 坦白說 我是 就是 踢爆了他就不好意思 哈哈 因為到別人踢爆我們 我們也不好受 對嗎 不是啊 我現在很困難 很困難 但他可能會覺得 等於桂花田 當年桂花田離婚的原因 你上網打出來 當年桂花田被人拍過一張裸照 為什麼他跟公債理說離婚 他這傢伙 你以為他送小時候 什麼 那不糟糕 你看一下真的 我的照片應該不是 我看到很多肥仔都是這樣 你看到很多很肥的 黏肥的 我不知道你當時 我做這行經常見人換衣服 那些肥仔肥都很肥 哇 真是找不到 不過我真的見過那些人的條理很短 他短得來真的找不到 真的 真是靈性行為 那些大佬 做公債理婚這麼正也沒用 真的 沒用了 丟你 真的丟你 用什麼手指厲害 你真的沒用 你賺多少錢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 前一陣子 他們都說得很好的 就是 大家應該去找自己的價值 在哪裡 你自己開心的價值 最可憐的地方就是 當你找你 可以表演你的價值的場地的時候 譬如說 好 你原來是一個 雕刻高手的 是 不就是你覺得你有雕刻這個天分 一個人找到自己 可以發揮自己的能力的場合 已經是很困難 是 找到那個場合的時候 你進去就發現 哇 高手余溫 哈哈哈哈 我明白 這種情況是最重的 最重打擊 你想著自己有天分 誰知道原來是傻仔 然後呢 你就把你大部分的人 放在那裡 是 我有時都不反對 有些 譬如說日本人是最流行的 就是他學一件事 他要用他的生命去學 是 那就合襯了 然後呢 你的人生裏面 沒有叫雞 沒得玩一下幫他 是 但原來是高手余溫 哈哈哈哈 我完全是想像不到 人生講平衡的 神功 我現在呢 我的人生越想越 越來越想 就是 我好在拍照 我都去到現在 真正這個世界 比較是人 我都只不過是 一個微不足道的人 是 然後 如果我想著 想跟他競爭 是 我想辦法去超越他 或者是有辦法 起碼都跟他同列 是 可能我要 耗盡我 大半身 你錯了 你不是耗盡大半身 要是只要放一個 平常心 我講一句佛解你聽 嗯 有一個 法師跟我講一句說話 有一個人就經常拜佛 唉 想著自己 在那層 骯髒的皮囊裏面 以為真的 即是 觀透到人生 唉 原來你才剛好 脫走出店那層 骯髒的東西 哈哈哈哈 那怎樣 自己都放下一個平常心 一個平 平衡的人生 近來遇到貓姐 貓姐 很不怕開名 那一見到貓姐 就真的好 貓姐就發了一個短訊給我 就說 阿九老師 你真是厲害 你是不是吃這個 就是 防腐劑 防腐劑大的呢 我見你這麼多年 樣子都沒什麼變 我想問你 你認識我這麼久 沒什麼變過的樣子 那你經常見到很難 你很難說的 話說我有些同學 我沒有見他十五年 嘩 他白了頭髮 腰彎屈曲 他就問我 我為什麼你這樣 是啊 因為我不用腦了 哈哈 我不是不用腦 是因為我懂得平衡 享受人生 第一 我已經明白我自己是一件次貨 我也都接受過一件次貨 我也都知道我是一個次貨的人生 但我怎樣平衡呢 不用自卑的 次貨的人生 大家舉目皆是 如果你說 不是呀 我要做人上人 我介紹一個方法給大家 大家可以在家裡開瓦斯 或者跳樓 再投胎看 可以不可以 如果不可以的話 再試個自殺 我告訴大家 人生 在大部分的人來講 在香港的 你可以去老襯廷 坐幾元車上去看下來 大部分的人生都應該是很次貨 那次貨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呢 不是去超越 是去懂得平衡和享受 我就是因為領略到這件事 人家為什麼問我 你是不是吃了防腐劑 我不是吃了防腐劑 我的原因就是 你扔回來就行了 為什麼在這裡扔 為什麼我扔 我扔就行了 原因就是我懂得享受人生 第一 我很喜歡玩音樂 我明知道自己不可以成為 一個結他高手之中的高手 原因是為什麼 第一 沒有時間 第二懶 有時間可以去看鹹帖 打PK 再不去叫阿雞 你很喜歡結他 我很喜歡而已 也不是沉淪 沉迷就沉淪了 是兩回事 沉迷就是你很喜歡 你很多時間去做 沉淪就是 你什麼都放棄了 走去做 那樣東西叫沉淪 沉淪是什麼呢 就是一艘船沉到海底 叫沉淪 沉友淪 你死定了 小孩 我們只可以沉迷 就不可以沉淪 那你的人生就會很過癮 像我這樣 我上班又怎樣 上班 得過且過就斗人工 對不對 如果你這麼有客 我有客 我去做無國界護士 你很傻 沒錯 還有一件事 你很喜歡叫雞 叫得多少次 我們沉迷就算了 一天叫三次雞 夠個人 吃粒偉哥 之後一個月不去 都叫做獵人 之後回來玩 結他打飛機 吹水 又一個月 這是一個平衡 我們不是說 我很喜歡那件事 沉淪下去 那你就掩策 我要賣樓 離婚 做義勇軍 走去揹著幾十磅炸肉 炸掉這個耶路撒冷 我有絕症就會這樣做 你叫我現在這樣做 可以 除非有幾個小女孩 好像公澤李衛 升野亞利那些 炸十幾個 炸完之後 哎呀搞笑 我和你一邊吹笑 你一邊引爆身上的炸肉 炸我炸你大哥 不是的話 你收拾吧 就是 你的生命是要這樣 你就好像我這樣 真的要吃了防腐劑 為什麼 笑聲 你看我的生命是 我和你什麼時候伸過 啊 信哥啊 你老命我刀子刺大鼻子 好笑 一會兒 快樂 也是這樣過 你一會兒 痛苦也是這樣過 為什麼要給自己痛苦 分期付款 什麼都可以 我們先去分期 我們享樂 再慢慢付我們的悲哀 對的 不過聊完這一集 我也有個 也有個看法 其實是 你如果是一個人 沒有理想的人生 就很荒舊 是 OK 但有理想的人生 是很容易痛苦的 是 但是你的理想 即是一旦你有一個 你聽我說 有些人將理想和夢想 設錯了 絕對不是不是 不是這個關鍵 其實譬如說你想做一個醫生 做一個律師 只要現世有的價值 一個普通人是應該可以獲得到的 可以 時間問題而已 你拉長時間就可以了 你可以是 但是每個人當然會有自己的限制 是 譬如說你很困難 但是沒有一隻腳 那個就變夢想 是 即是沒有手要變流長 這樣就很困難 但是我覺得 但是你去 刻意追求 是 其實如果你譬如說 你是一個 我完全不懂計算的人 打算是做醫生 是 你的理想是想做一個醫生 其實對 對 沒所謂的 你不肯醫就行了 你也是 你在研究院做沒有人屌你 即是你說 去到我這個年紀 其實 賺多少錢呢 雖然我還沒有賺夠 但是你說 真的賺多些 對我的意義 是不是真的很大呢 我想不是 因為我進入了一個 我想尋找一些 即是在一個學問裏面 是證實到自己價值的學校 或者是在那個學問裏面 尋找了樂趣的人生 是 意思是 我要找那樣東西的度 是 即是 我去到這個階段 賺錢也是重要 是 賺錢是維持我的生命 還有 令到我在中中找很多東西 在我 但是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發現一件事 這幾年 耗盜了我很多的精力 是 你看到每次我都是借賣的 是 因為我花很多的精力 去處理什麼 處理人事 是 是 其實很多東西可能跟我的本要是無關的 是 但是 你要攪拌老汁 是 用象徵力 去處理的時候 你就覺得好累 是 都好 聊完這個之後 我都可以再想一下 審視一下現在的生活是怎樣 我告訴你 想再講多些 希望貓姐聽到 貓姐的人生很淡 很平 很無聊 追逐一些很無聊的光環 追逐一些很無聊的名譽 追逐一些很無聊的財富 第一 他經常都要很有錢 有錢 你先跟誰付 第二 第一 你跟很多富豪付 你賺很多錢 都是打個黑痴出去 但是你付出很大 第二 他追逐一些很無聊的光環 就是 我身邊有很多人讚美我 知而知而知而知 你這人欺崩嗎 我出來人人都吵我媽媽 江頭仔我吵你媽媽 狗糊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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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 我看著我吵你媽媽 我人際關係也很差 但為何我生活得這麼開心 就是因為 就像你所說 我在每一個地方都找到自己的道 很享受 我玩吉他的時候 嘩!很酷糊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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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 你自己的人生在燃燃 你就會覺得好過人 就像貓姐那些 吊八个小时 这件事你刚才说的两句话 双台挂了两句对面 这个 但是呢 到你做尽的时候呢 你又怕后悔 就是呢 你很想将一些东西 就是这件事很矛盾 比如说 我喜欢影响 我当然想将我全部的时间 在影响里面燃烧下去 但是呢 当我燃烧的时候呢 你发现我人生里面 原来还有其他东西 有很多层面的 或者这么说 可以令到我开心的东西 不得他一个 是 就是我和我老婆 这样交入二世六 逛街看电影吃饭 我都觉得很过瘾 对啊 就是等我和阿笋哥刚才说 人生最开心的 吃睡玩瘟 刚才我们打边炉 如果我们一路瘟糕 一路打边炉 一路吹水 那已经满足了人生三样东西 你够僵做就可以了 还有你的朋友忍受到 你一路瘟糕 一路打边炉 就是打个谈观 你一路瘟糕 过瘟糕 人生三样满足 你一路瘟糕 刚才阿笋哥说的两句对戀 是相当怪的 真是很有意思 我想笋哥做那一次 说到口边留一半句 李松是处阳三分 对 这个就是平衡 人生平衡 我们就不会自卑 你觉得自己是自卑的时候 审视一下自己 平衡一下自己 你的人生很过瘾 希望很多 在听我们的节目 也都觉得自己是次货的朋友 乐于接受自己的一件次货 次货很有性格 次货只有一件 完美的货品有13600件 次货只有一件 为什么 你不可以找到同一件次货 同一个次货 这个世界是没有的 我不相信有次货 是同一个次货 同一个次货 通常次货永远都一件 但是命运和 即是他的次货的去向和结果是一样的 哈哈哈哈 都未必的 我很喜欢 我很欣赏次货的人 阿爹 好啦 是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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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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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